趕得切剛剛回來 今晚就是軍事行動 很開心在這裏跟大家又分享一下 今晚吃了兩餐的順德宴 首先在馬會裏吃順德美食 最近馬會有一個很好的推廣 就是順德美食請了好幾位在順德裏 煮一些順德名菜的大廚來到會所裏 今天在加樂樓上 一群好朋友14天在那裏吃飯 我嘗嘗他們的魚滑粥 那個湯非常之好吃 吃完這一餐吃了大概三分一左右 接著我就炸炸 去到順德聯儀會 就和另一群朋友 然後開四席又是共唱 唱喝唱吃 唱吃完之後 又要開另一個會 然後趕著回來就和大家見面 今天的軍事行動 就和大家分享幾樣東西 我很高興今天也得到 就是我們的Bills Committee 就是草案條例的委員會 由郭榮鏗做主席 但是我們很多位同事都一致支持我 就在2016年仲裁調解法例的修訂案 我們希望可以將一些不公平的條款取消 簡單講一句就是 上次我和大家講開 有一個叫做Section 98 G2 這裡就是用來針對 規限了律師的行業不能夠參加 在這個仲裁和調解的案件裏面 所作的第三者公款的安排 對一般不熟悉法律的人士來講 就不知道什麼事 你聽過香港就不能夠有助盡 不能夠有條件風險收費 這個涉及到打官司 在法庭裏面打官司 我們是一個公共政策 就不想人們在外面搞搞陣 搞亂了這個法律的制度 所以逢是打官司 不能夠有助盡 不能夠有條件收費 風險收費 換句話說是什麼 你不需要出錢 我和你出錢 打這場官司 我看好你 你成功了之後 不過贏了 你要給我 就和我分成三七 四六分帳 這些是官司在法庭裏面做的 我們不能夠容許 雖然全世界裏面 美國已經容許 大陸更加沒有問題 英國也在這方面逐步放寬 已經在1995年開始 就有條件收費 所以我們香港在這方面的法律制度 已經一早跌入了諸多年代 在香港來說我們的制度是很古老的 所以在2007年曾經有一場官司 有人投訴說 在仲裁裏面如果有人提出出錢 做仲來去分成結果 可以不可以呢 打到官司 打到終審法院 最後終審法院認為 這個不像是 那些叫做contentious的case contentious有法律上的定義 當時就說 這種是法庭裏面的仲務 並不是法庭以外 所以留有一個生口位 當時認為如果是仲裁 被第三者去注重 這個應該在政策上容許 雖然法律上來說 在common law 是有些叫做不清楚地方 但是畢竟在那次 是判了被人質詢的那些人 他們勝訴 就是那個被告那些就贏了最後 但是究竟這一方面是怎樣呢 贏了官司一回事 但是終審法院就提出了一個建議 法律改革委員會應該要看看這件事 要將我們的那個制度 不要再停留在諸多年代 要現代化 於是從2007年這個判例出了之後 法律改會也作了一輪的研究 導致到今天有這條新條例出來 那他們就想著向前走一步 就是一 確立了這個仲裁 根本不是訴訟的案件 第二 開放全世界的人 無論哪一個都好 都可以出資來去資助 就是仲裁去跟他打那個不是官司 那個糾紛 是一種叫做一種程序解決糾紛 贏了之後可以出資人 又怎樣跟那個勝訴方來去分水 這個既然是向前走一步和解放的話 為什麼又會全人類都可以 但是這個98G2裡面寫明說 律師不能夠參與這件事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不能夠取利 無論是在香港或者外國 世界各地都好 都不能夠參加 嘩 這條條例 正是你以為用來插場鬆綁 但是偏偏呢 全世界都放行 律師就不行 那我就看到這個anomany出來 就是說叫做不正常的異象 那我就提出來 喂 你究竟是什麼解救 你為什麼要當律師是賊佬 做全世界都可以 鬥牧他都可以去出展 來著重 教師又可以 做泥水的又可以 做看更的又可以 做婚老又可以 做這個 連仲裁人士都可以 偏偏律師也不行 你為什麼會這樣寫 所以呢 我就提出來的就是抗議 我就希望可以做CS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這個問題在標示 就是叫做草案條例委員會裡面 我們審議的時候呢 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那個 自己自動醒覺 聽完我們的意見 就將這個草案來修改 如果他不修改的話呢 就我們來修改 所以我何君堯呢 就做了叫做CS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哇 談完一輪懵的 很早期 早兩三個會之前 我已經提出來說 政府不能夠這樣對待我們 那慢慢的聲音 得到廣泛的委員 認同 最後呢 我們今天呢 就表決 就說支持 何君堯這個CSA Amendment 哈哈 沒得住 沒得住 非常好 那現在就以委員會名義 就將這件事 就帶上去我們來會 然後就在大會裡面 希望可以一步一步通過 今天這個是一個初次的勝利 但是沒有最後 但是我會繼續努力這樣爭取 這個就是 有時候政府呢 是在某些地方裡面 要拆長鬆綁 但是偏偏又在某些地方 某些地方環節裡面呢 它就會是很保守 那你大哥啊 那你做什麼鬼東西呢 是不是呢 既然你要拆長鬆綁 那你做事就全程達二一 就是一氣呵成嘛 人家新加坡政府啊 遲起步 在這方面來說 都是想搶回一個這樣的 國際的市場仲裁 吸引了他們去新加坡打 也都是提供很好的基建 這條條例 但是我們早談論 但是人家呢 我們早談論 但是比人家還慢 人家呢 就遲開步 但是已經上了案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香港政府 會做這些做成這樣呢 所以今天呢 黃衛聰呢 就是這個 律政專員來的 就是這個法律 就是那個solicitor general那裡 他就做頭 專門來解話 那我也都 跟他是很直接了當的 告訴他 你這個條例 是對法律律師是不公平 所以我堅持一定要去改他 最後他也是 爭我們不贏 我也說服他不了 但是畢竟我們自己 那個committee裡面呢 是一致通過 是希望在現在這個階段裡面 做了我們的叫做CSA Committee Stage of Amendment 哇 這個是一個初步的贏 一個小勝一仗 很高興 也都大家 雖然不同的政黨 不同的理念 但是在這件事裡面 很專業地呢 是拿到一致的意見 這個是一個開心 開心的結果 好 另外呢 我又看到 教育委員會那裡 我們又討論了 在2012年 13年 1314年推出的那個叫做 生涯規劃 我又看到這個問題 跟其他人一樣 都是看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花每年2億5千萬 去全香港500間學校 每間給他大概50萬的資助 而專門是花的錢在那裡 就說要他請一個人實際做career master 就跟那些學生規劃一下 找一些暑期工 找一些實驗的工作 找一些搞一些講座 令他們越早去部署自己 為自己的未來的事業 做一個這樣的準備 願意是好的 但是我就有兩點提出來 我覺得是值得相確 第一 既然政府是鼓勵學校 在這方面協助學生 可以理解一下自己的興趣 是怎樣將來 自己的那個事業路途上面 走得是會暢順一點 那我覺得成效就不好 因為每年他花2億5千萬 原來推行了大概有3年 還是4年的時間左右 讓我看看 1 2 3 已經有3年半的時間 累積搞到都是1,100個實驗的工作 實習的工作機會給全香港這麼多學生 1,100個 做兩個禮拜至四個禮拜的工作 不等 有什麼類型的 可能會做護士 醫生 去醫院學習 做剪法 整車 或者做法官 找法官和律師 或者做餐飲 去國泰銀行公司 叫做俗藍天白雲夢 或者是照顧小動物 小寵物 又可以搞航海 似乎聽起來很闊落 給一些初中 或者高中學生 可以有這樣的實習機會 用意不錯 但是3年半的時間裏面 我們每年花2億5千萬 3年半裏面 差不多接近花10億元 才找到1,100個實習的機會給我們學生 我就說 似乎成效不高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間學校 扔50萬下去 你就純粹就拿錢 就用來去哄了學校 那學校自行處理 學校就會請一個 career master 回來 那個就有份量給他 但是 一間學校 當一個career master 一間學校平均 500人 500人 到目前來講 3年半才找到1,100個位 那個所謂叫做 那些工作實習的位 給那些學生 哇 你是不是差不多 一個人才找到兩個位 實習機會 發不發算啊 大佬 如果你給我何君堯組 我一個人走 你可以照顧到十間學校 十間學校 我都可以和你找到多少 一間學校平均 我找到三十個工作給你 一年了 十間學校我找到三百個都給你了 一個人可以照顧十間學校 我可以告訴你 我做到 現在一個老師照顧一間學校 三年來才累積找得到1,100個 就是用500來除1,100 就是每人找得到2.2個工作的機會 還是三年半裡面找2.2個工作 那些人如果我是負責 就是看成效 我已經包了多久了 沒有可能三年半裡面 你才找到2.1個位 或者2.2個工作崗位 其他搞的叫講座 有二十幾萬人出席的次數 這條數有多少重複 我又不知道 還有如果你計算數 用兩億多元 累積才知道 每年有二十萬個位置 差不多一千元一個人頭 你無論用講座形式出席次數 或者去找個實站工作位回來 全部都是不對勁 簡單講一句 錢呢 理念是好的 實際操作和運作 那個就是這樣的成效 錢就花了去冤枉 你說我激不激氣 我都激氣 所以我也出聲 似乎那個經濟效益很差 那麼 吳克劍局長 立刻後來開完會 就拉到那邊 說我們用這樣的錢 因為請了人 請了人 請了人 OK 如果你這麼 intensive 一間學校請一個人 來做 career master 那你是不是應該 一間學校裡面 成千個學生 起碼那個 那個職業導師 什麼都好 閒閒地找到一年起碼找到50個位置到100個實習機會的位置 給我們的學生做事 是不是 所以現在是完全不達標 錢就花了 不過很冤枉 差不多要擊補冤 真可憐 似乎現在搞出來這個 scheme 是為了一些老師 Career Master 找到他們就業機會 多於是學生找到就業的機會 還有為自己的生涯去規劃得到 這個也是不高興的一個現象 不過anyway 我就提出來 下次會再跟進的了 在13號今天是14號 昨天也出席了Hong Kong You 有一個法律的論壇 由他那個律師會的law association 來搞這個主題為下屆特首應否為基本法23條論法 請幾位嘉賓 而我是其中一個 我就很簡單 我回應就是下屆特首應否 看回那三位的政綱 以林鄭來說就說 我們需要很謹慎 要權衡輕重 謹慎行事 換來講 林鄭就說做這23條論法是一個要小心去做 他未必一定要主動去做 我又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反正現在他呼聲 或者在後面的報道 他獲得的那個選委裡面的支持程度 應該他勝出的機會是差不多九成的了 既然是九成贏的 也都知道後台這麼厲害 有這麼多人支持他 當然不會說任何東西刺激 所以他會說謹慎行事 權衡輕重 謹慎行事 這個可以理解了 至於Johnson就是說 我會做的23條委入憲制上的問題 但是怎麼做也要營造的氣氛 就是說他都會做 不過也是謹慎行事 至於放膽最肯去講 還有要做的就是胡官 他就說 必須要做23條 不單止做23條 還要做22條 規限中央人民政府 不要影響我們特區裡面的高度自主的 和自己運作的東西 那我就說胡官似乎講到99%會做 Johnson就會講到90%會做 Carrie就會講到70% 因為他謹慎行事 還有權衡輕重 不過這麼說實際上這個要做 應該我會看到下屆的特首會不會做呢 做的可能性就會有在 但是一定要考慮兩件事 一 香港自己本身的狀況之時 也都看一下中央政府 因為這個不只是你自己香港的問題 這個基本法裡面憲制上的 有這樣的責任要做 如果中央要你做你不做的話 他一樣有辦法 為什麼呢 你試想一下如果有一間有限公司 董事局說 我請了你的CEO來打理這間公司 我叫你CEO要做一些事情 你不做 平時我靠你做CEO去做的 但是你不做的話 我董事局一樣都可以 bypass你的CEO 最後一腳兜你的CEO 找別人去做事 或者我作為董事局 所以我可以頒布了一個resolution resolution就是我一個議案 公司的指定的一個命令去執行 所以如果你的CEO不聽話 董事局一樣都可以淘汰你 所以你說要考慮公司大家的那個 那個員工的問題 那個感受明白 但是你不要忘記最後呢 誰是操莊就是董事局 董事局後面誰是操莊 最後是shareholder 股東 股東如果說叫你董事局要做事 你不做 股東可以兜你的董事局去走 董事局叫你的CEO去做事 你不做 董事局可以兜你的CEO走 所以最後是誰分清楚 我經常講 撞和閒 好嗎 23條會不會通過呢 必定不會通過 我講到這件事的時候 Johannes就說 其實我們不需要一定的23條 如果你說要23條去做的時候 應該要通過一下 就是由這個改會 法律改革委員會 來看看然後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他還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哎呀實際上我們 23條裡面所涉及到那7個元素的東西 我們全都做了 我說是嗎 按照來說在2003年 他罵到滿城風雨 這麼大的風波 就是因為我們要通過的時候 馬丁 李柱銘就說 那個魔鬼在於世側 那條草案說出來 什麼 煽動啊 分裂國家 叛亂啊等等 其實這些 我們已經有現成的法例去做 也不需要急於通過23條 因為我們的Common Law 當時英國人 拿莊的時候 他比你更害怕 所以那時候的法例更嚴苛 所以呢 實際上有很多東西 就算不通過23條 我們都已經有很重要的幾個環節 已經監控了社會 不會亂的 唯獨是最重要的 就是魔鬼在於世側在哪裡呢 就是針對第六和第七的elements 第六和第七的elements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還沒有的 就是要通過23條 就要禁止海外的政治團體 不能夠在香港搞搞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香港本地的政治團體 不能夠與海外的政治團體 有任何的聯繫 這兩樣東西正正阻礙了 就是香港的 我們未有政黨法 阻礙了香港 包括民主黨 公民黨等等這些 本地的組織 和外地的政治組織的聯繫 這件事就是 如果被這23條通過的話 他們這些黨和外面的人 如果有任何關聯特別 不單止有錢的往來 交代不清 錢錢往來交代不清 如果23條通過 他們收受任何錢 而是沒有合理理由 而是違反了23條的精神的時候 這個馬手洗黑錢 直接可以被人抓人封艇 所以當時他們很害怕這件事 當時那個洗黑錢條例 也都沒有推到這麼高的層次 我有Oscar 諸如此類的 Organized Serious Crime 那些 那些針對販毒的多些 未推到現在這麼高層次 有任何東西 涉及到如果是 錢自己本身是非法來源不乾淨 而你去收受做任何東西的話 那個叫Layering 那個叫做Layering 那叫做一層層整上去的話 一層一層的去 將髒的錢慢慢來去結淨化 這個洗黑錢 都會有事發生 譬如如果23條過了的話 當時在2003年 如果不是田少造反 那時候已經過了 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過不了 所以那時候 將整個23條 凍結了 昨天討論的時候 Johannes說的 Junius 你說剛才第六和七個 Element 實際上也都在2008年的時候 已經通過了 因為你有沒有看 那個叫做社團條例裡面 說明的 如果社團登記了 跟海外有任何關聯的 那些 作為警務處處長 是一個登記官 可以取消他的 咦 那我說 喂 Johannes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說的23條 那7個重要的元素 各樣香港 條例裡面已經 已經搞定了 有 譬如好像公安條例 又有 這個刑事罪行條例 又有 社團條例裡面 又有 什麼都有在的時候 那你有什麼理由 還要反對23條 要通過呢 不是啊 23條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商討 就是說什麼呢 因為英國人 樓下下來的那個 這樣的監管 和約束程度 更嚴苛 比現在現在23條裡面 所講的東西 是闊 和嚴重性大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通過23條的時候 我們有必要把它來減輕說 喂 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更加你會支持23條 新的條例要出的 反對23條 惡法 原來 你所講的23條惡法 一早就已經 在分別不同的 香港條例裡面已經有了 那我說 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你沒理由反對啊 不如就把所有的東西 組合在一起 如果你想減就減 或者什麼都好 來一次 劏劏它 通過了 立法會就不用爭 坊間整天就說 23條不能夠通過 惡法又什麼什麼 那似乎現在你說的東西 跟你所做的東西背道而馳 他就說 不是啊 我說這些東西很清楚 不過你聽不明白了 何君堯 我說是嗎 會不會因為你平時說的東西 人家當耳邊峰聽不到啊 郭榮鏗又吹我一腳 就說是啦 其實Johannes說的東西 一早都是這麼清楚 不過你聽不明白而已 那些學生就在那裡笑 笑的 好像表面上笑我 A 我覺得不值得笑 B 你所說的東西 現在你 郭榮鏗都說 23條不應該通過 剛剛 言猶在意 就在這一刻 這個這樣的講座上面 你都說不應該通過 但是Johannes說 23條裡面所有的神緒 和基本的元素 那7樣東西 已經分別不同 法例已經有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通過23條 這個是你自己說的東西 但是如果事實上 你所說的東西 七樣東西都到齊的時候 用不需要這件東西 再來通過一次 根本就不是你去做事 是不是 因為原本質上已經通過了 不過在形式上要再做它 況且你的argument就說 如果我要通過的時候 最好是將現時緊的 還要放寬 那你沒有理由不做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裡面 那有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 所以應該要做了 我們不要浪費這個立法會時間 炸炸做好它 那在場那些個個都說 反對23條 反對23條 但是原來現在23條裡面的精神 已經到達了標 很久了 那有什麼好反對呢 咦 還有一件事 原來你所說的這麼嚴苛的 在現時不同的條例裡面有在 都一樣有什麼 2014年的occupy central 佔中發生 2015年的2月9日的暴動 再加上現在你大量的港獨的說話 你所說的現在這麼嚴苛的法例裡面 你要把它lock down cut down 原來都一樣有這麼多問題 那你有什麼理由還要把現時的東西放寬呢 是不是 所以我又提出來說 我們不要為那個標籤 吵架而吵架 或者拖累的時間 或者誤導社會 如果Johannes你說得這麼清楚 23條實際上已經 明傳 明傳 也實傳了 或者實傳而明未到這樣說 那麼我們 理好它 第二如果你認為可以說服得到大家 將現時那些叫惡法還可以減低 要將毒性減低 你應該更加要做 但是現實上 原來你說到很惡毒 很霸道的 原來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都未能夠壓止得到 港獨的言論 和這個 2015年的暴亂 也都未能處理得到 這個佔中 到目前來講 那42個人 還有搞手 那三個主流的 都未能夠去坐牢 那你有什麼這麼惡毒 有 所以 究竟他們的思維講什麼呢 是不是講的一套 做的另一套呢 他就說 如果Junior有上我的課 那你會聽得清楚 剛剛恰如其 相反 第一 你教書的時候 你都沒有資格來教我 因為 你根本都是 那時候剛剛在教LLB 你都不是教PCLL 我在英國回來的時候 已經讀PCLL 所以根本你都未能夠 有這樣的資格來教我 B 如果你講得好像現在 你講得那麼輕鬆 還有講得那麼實在 你就不要誤導群眾 你應該告訴大家 大家不需要害怕了 二十三條的東西 所有東西已經齊全在 不過 現在我們爭取二十三條通過 就將它來去 降低毒素 和那個霸壓的程度 好不好 我們現在一起 將這二十三條 在立法會裡面 支持政府去通過它 不過我們會花很多精神 來將它那個 所謂應用的 那個霸道的程度 來收窄它 但是這個 不是公民黨 也都不是這個民主黨 也都不是做Hannahs Chan 由始至終所講的 好像昨天他所講的 今天我跟大家講清楚 我們讀法律那班同學 還說昨天哈哈笑 他認為是什麼好笑 我不知道 他以為 因為何君堯未有資格 或者未聽過 陳文敏教書 所以就是 好像未夠班 不明白 這樣閒落 我笑 我覺得 我會給他們機會 慢慢再深化 去了解一下 如果二十三條已經存在了 那有什麼理由 他要去阻撓 二十三條的 那個整體 重新要檢定的那個操作呢 是不是 所以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當時 2003年 是沒有第六 和第七的 那個elements 那種offences 在這裏 但是在 Johannes Chan 昨天說 2008年已經在這裏 證明 2008年 才處理那件事 最困難 二十三條 不通過 那個 所謂叫做魔鬼 在這裏 原來2008年也都通過了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應該大家都不要再 糾纏在 那個二十三條 是不是惡法的問題 現在你想就二十三條 成為一個善法 是將現時 或者之前 在這個港英年代的時候 那種殖民地的惡法 來去減毒 或者減武那麼惡 那更加的理由 要推動二十三條 是一種善法 並不是惡法 來將我們香港的環境 做得好些 但是始終 歸根到底 都要研究一下 究竟我們通過二十三條 會不會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效果去 壓止住那種港獨 壓止住那種佔中 壓止住那種暴動 這三樣東西 如果是不行的 那我們是要加壓 還是減壓 這個大家要想 講到這件事 就是 跟外國有任何的政治聯繫 這個是很common sense 你作為自己是一個宗主國 的香港 持有香港 或者管有香港的 的國 從那個國度來出發 你沒理由會容許你自己一個地方 會成為一種顛覆 和搞分裂的 一個滋生意念的基地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不是有心想搞亂香港 或者有心想顛覆 或者做分裂的 你根本對這個條例 你不需要擔心 我們的言論始終有自由 我們只要不要搞 有一條上限 就是不要搞顛覆 לה方要摧氣 那 triang winners 不需要 CT 然後 美國 和外國的方法 有心底 那 沒有任何擔心 否則 言論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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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仍bee應不擰代表 說到這裏的時候 上星期六 跟大家講講 有關CIA VOT 7 VOT 7 CIA Co-7 這個維基解碼就公佈了一系列CIA好事多維的狀況 原來CIA的組織很龐大 大家可以上去這個 按這個Internet做Google Search 你按這個Volt7裡面 維基那個字典裡面 那個詞會應該這麼說 在我八卦傳書裡面 就把Volt7的內容講得很詳細 我都沒看完 但是從中裡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講說CIA 他用很多資源下去 搞一些用電腦來顛覆 用電腦來收取別人的秘密 怎樣顛覆和收取秘密呢 很簡單就是 他有一個叫做Center for Cyber Intelligence 在一個叫做網上的那個情報中心 就是網絡情報中心 就製造了很多那些叫做 Year Zero的一個project的那些武器 這種武器可以怎樣呢 直接攻進去你現在手提電話 iPhone、Apple 又或者去Microsoft Windows的program裡面 或者你用Samsung的電視 這些智能手機智能電視 它就可以通過你拿著這部機 你以為關掉了 原來這個鏡頭 它仍然可以看著你收通訊 或者這個收音器成為偷聽器 那你說什麼都好 全部就給你收光 收光之後 全部就儲存在超級電腦 在一個big data bank裡面 如果你說的東西 有任何說話 有重要的關鍵詞 它會就給你抽出來 或者將來要用到的時候 豈有何君堯講那些什麼 有沒有講CIA 講到CIA 這個情報收集 這個是一個間諜服務 那有什麼顛覆呢 它不單止CIA 有什麼叫Drum Fleet Drum Fleet就是 那些飛行器啊 或者是那些殺人的武器 無人駕駛飛機 Drum Fleet之外 還有什麼顛覆活動呢 它直接可以用這個這樣的 它們的program呢 就可以有trojan 就是好像木馬屠城那些 有hacking system 就偷你的資料 偷聽你的東西 什麼都有 還有可以去 設進去那些叫vehicle control system 譬如Tesla是什麼 就是電動車 智能車 它直接那些軟件呢 hacking system呢 就會進入去你的車裡 輕則可以看到你走去哪裏 跟蹤你哪裏 收聽你的東西 還有看一下你那個程式 重則可以直接 無人飛機都可以 飛機都可以控制你 那你的車可以不聽你 你以為你自己在開車 突然之間它可以按幾個按鈕 說要你撞車 好像昨天那樣有單車那樣 就已經一撞 撞過去扔幾個彎 那些已經 流油就爆炸燒死人 當然那部車不是一個自燈車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做情報工作 也都可以做顛覆的活動 顛覆是什麼 可以控制了你那部車 你以為自己駕駛其實可以實控 以外就是這樣產生了 恐不恐怖 Volt7裡面講這一堆這樣的東西 它們有幾多文件 它有大概八千七百六十一件文件 透了出來 經過長時間分析 就看了 它也講到它現在大概 也有五千個users 就是什麼users 就是hackers 有五千幾個可能 有五千幾個的hackers 它養著 有超過一千個這些trojan hacking device and system 哇 有幾千人長期在這裡跟你做瘋探 出入完全是無阻 入了在你的電話裡面 找了這些東西 下載下來 最近有一次我都看到 我同事告訴我 說我另一個同事的畫面 它沒有關閉 它沒有關閉 那突然呢 它的畫面出現了 有那個cursor在那邊移動 有人遙控在那裡刺探 就找何君堯的檔案出來 幸好找不到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快禍 把這件事就報了警 實際上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我都算是一個敏感的人 在別人的角度來說 他可能對我很有興趣 知道何君堯後面的背景 那些檔案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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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的事情 這個個人的經歷 早在大概11月的時候 還是12月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報警那麼大 找不到源頭 但是我們知道有些人進了來 經過第一層的file wall 之後改了一些程式密碼 他怎麼進來呢 經過那個防火牆之後 去了我們有50部電腦這樣說 去了第一部電腦 經第一部再進去我自己何君堯的電腦 變成他進來我系統裏面 借著好像User1的那個情況 去干擾我JHUser的那個電腦 這些我告訴你 這樣來起我底 或者干擾我的東西 不是普通人 一定是CIA後面 或者有關聯的人 就算不是直接 都是間接 就算不是間接 都是有這樣的高超道行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個龐大的資源 統籌 是開發這種weapons的 這種hacking device的人才去做到 那你說找我的人是外國 或者是祖國 什麼可能性都有 我都說直接與間接 總之你hacking的東西 現在是無日無知 他會用什麼 他會用什麼 Malware Viruses Trojan Global 然後做那種Global Covert Hacking Program 那如果再看CIA裏面 它有五大的Division 下面有第二個Division 它叫DDI Digital Innovation 就是Director of Digital Innovation 下面又有一個CCI CCI 就是Center for Cyber Intelligence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叫EDG EDG 就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Engineering Development Group 在那裏 全部用來開發這些所謂的 Hacking Device 就是由他們的CIA開發出來 這個Julian Assange 即是Wikipedia那個老闆 他也這麼說他們自己開發這些時候 都遇到一些後遺症 因為搞得這些hacking的人 你沒有金光罩罩著他那些傢伙 這些猴子就會可能 不可能隨時會跳出五指山 你也沒有金光罩罩著他 他們根本在網上任何行蹤橫 馬上會有backfire 回頭 那叫proliferation 那種驚人的散播能力很大 而且那些傢伙沒有網管 還會亂七八糟的 所以這些東西放出來不單止害人 可能自己會被反逝 所以也有提到這件事出來 整個CIA的總部在哪裡 Langley Virginia那邊 Virginia就是 賓夕凡尼亞州 他叫做 他大陸 忘記了 Virginia 那就是 維珍尼亞州 不是賓夕凡尼亞州 這個地方就是 CIA的總部 大家不妨看看 研究一下 我們生活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裡面 已經不是那麼簡單 我也都告訴你 我自己的電腦被人hack 我的電話有時候會聽起來 有很多雜訊 諸如此類都有 那我都已經習慣了 沒什麼所謂 總之就是 自己做事坦蕩蕩蕩 也都沒有問題 我做我自己的工作 也都不需要擔心任何東西 走得正 站得正 舉頭三尺有神明 那有什麼問題呢 人家上頭要看我的時候 要看什麼都看到 最重要是自己做的事 無愧於心 OK 今天跟大家講講這個 Cyber World裡面 你不要以為自己自身以示害 只要你都搞了 實際上 你是已經在這個網中人的話 你隨時都已經是受監控 只不過是有沒有價值 還有沒有理由 要去搞你 當你做一個highly sensitive high profile politician的時候 這個必然會有產生的 譬如什麼 涉聽的風雲 不只是香港 涉聽的風雲 就是CIA 和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去偷聽這個 歐盟 我們美國佬的歐洲的合作夥伴 這個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是不是 他們美國佬要怎麼參與 不單止顏色革命 他自己盟友裡面 大選2012年的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他們都一樣去刺探消息和干擾 香港的Occupy Central 這個眾所周知 也有外國的勢力 上次我們特首有講過說 這些很明顯的 是時候裡面就會給一些證據來看 最後他作為這麼高位置 他就不講 廢話說得多的時候 引起其他的問題 你想想上次 袁佐級 有一個會員 他講得比較豪放一點點 覺得自己做警察好像是 猶太人受這個納粹的德軍所打壓 或者壓迫 迫害這樣 不斷地說一句 都引來這麼大的煩惱 包括明報啊 這個這樣的 蘋果啊等等 這些報紙全部射 射一些員助級啊這樣 作為一個這樣的集會 已經是sensitive 一個會員講這一句 或者說在會上面 是要滲那個內心的情緒 他講一句粗口實際上不是媽差人 就是說他們做工作的時候 天天都要帶著媽媽上班 被人問候娘親 說那些什麼什麼 老媽子那些 你說是不是很難受呢 那些人都已經是斷張嘴意 不是欣賞和去理解人家說的時候表達 所說的含意是什麼 就字面上你說人家粗口就是不對 哦 這樣都可以的啊 所以這件事令我想起 我當時批評這個領大的那個粗口的演唱會 那我就說不對 不對不單止 我不是只是說說 那個講粗口那個不對 還要看那個粗口那個內容裡面 是有幾 有幾 malicious 有幾惡毒啊 那我這樣批評學生的時候 所有的那些報紙就說 何君堯你現在算什麼 你是不是干擾學術自由 是不是干擾別人的言論自由 嘩那幫這樣的所謂叫做 那個老師啊 還有那些什麼什麼的藝術行為 藝術的那些人就說 何君堯是這麼說 不對又沒有斷 那那裡他不會 站在我這方面的立場的話 說那些小孩子講粗口不對啊 就反過來說 我何君堯很阻礙人家的學術自由 人家是講粗口 只不過是書法的情緒和什麼什麼 那他就要代表那幫人來講 這些叫做偽君子 是不是 完全是 沒有任何的 理由在後面 只有是放縱 縱容 是一個目的搞亂的社會 誤導了 殘害了 逃獨了我們這些年青人 他們也是不自覺地 被人這樣誤導 而我是講一些正常的聲音的時候 反而就會面臨排山倒海的攻擊 那些所謂叫做北斗星那樣的 不一定所有啊 那些義工出來攻擊我 我就說它是廢偽的 不是義工 那些社工有部份那些 我就說它是廢偽的 為什麽叫廢藝社工 這些是廢人 偽君子 以幫助社會的弱勢社群為名 實際上他自己自肥自己 還要害死他人 這些叫廢藝社工 但是有些人竟然敢對號入座言 他說他要投訴我 所以這些是很離譜的 為什麼他拆那麼遠呢 我是一個過來人 我是身體力行 我說得出我做得到 我也不怕你去攻擊我 但是在特首當時談論到occupy central的時候 後面有明顯的外國勢力去干擾香港的情況 他講出這件事 不方便透露更多的證據 所以他會被人排山倒海批評 但是今天我告訴大家 這個Vote 7 這個是Julian Assange 也公布了 剛剛在3月7日公布出來 這就是證明什麼呢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這就是實際上 香港的occupy central 是受外國的勢力支配 實際上也有大量的金錢 分配了 呂呂呂呂呂呂呂 上上下下 前前後後 一系列的偽君子 和那些掛著名字 是學術的廣師 掛著羊頭說自己是牧師 掛著羊頭說自己是議員 掛著羊頭說自己是律師 好像是假裝真理 這些人就是搞亂整個香港為名 也都為實 但是毫不羞恥地 至今仍然是講的一套 做的另一套 說自己願意復發 但是這一刻來講 他仍然就是仰言惑眾 搞搞振 還不拘捕他那些人 等什麼呢 你說我是不是很生氣呢 所以我生氣呢 我在立法會裏面 提出質詢不下於兩三次 我亦都在這個問題裏面 我告訴大家 我言出而必行 我亦都不怕你 是在嘰嘰嘰嘰 我亦都在這裏來講 我的立場是站得好穩 我亦都不需要擔心你 是hack into my computer 或者我的iPhone 或者什麼都好 你亦都不會找到任何什麼 但是我亦都告訴大家 大家應該要站出來 要很堅毅的 為我們香港前途 為我們香港這一批 我們這一批年輕人 還是現在被人在塗毒的情況裏面 是不自知 我也都不論識任何事情 不是說今天有個新聞講出來 是說政協入校園裏面 跟學生講解 專制那幅漫畫 就把那些政協 就好像形成為一隻狼狗 然後那些學生就像雞仔 看著那些雞仔 那隻沒有雞 就是那個老師 好了 將政協這些醜化了 我做律師會的工作的時候 我已經一早進入去這個學堂裏面 來跟大家去講解 真正的我們那個工作的背景 還有那個理念是什麼 是希望可以有到我們的青年去看一件事情 用一個持平和客觀的態度 昨天我都夠膽 我不斷都會夠膽 我不是講一套做另一套 我走得出來 我就會各方面人我都會接觸 跟他們分析那件形勢 如果能夠幫得到 用我專業的知識去幫到大家 我會盡量去幫忙 包括今天在這個 這個Bills Committee裏面 討論這個 2016年的仲裁和調解法例 我都是要持平談話 談到這個教育事務裏面的生涯規劃 政府做得不對的 我一樣照批評 談到少數族裏方面 我們應該要怎麼協助少數族裏 來拿到他的權益 我也都會在那裏 義憤填空這樣 應該要怎樣持平 為我們少數族裏來爭取到權利 所以在校園裏面 我面對一些年輕的 有些話名叫做大學生 實際上他們的水平 我懷疑的智慧 在校園會 這是很少的 但是他們也有人批評 就是那個威懶的 沒有發展 在校園會 一定是很好的 在校園都是這樣 或是很麻煩的 你會被廣告 Then有一個想法 看來這個 就是這個社會 沒有發展 改變 那個特性的 自己的良知也勇敢地幫大家 幫我們下一代 否則會搞到亂七八糟 好不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幾個工作 總結來說 我們是否可以置身於事外 不受到外國的 或者各方面的人侵擾 當我們講我們的自己的私隱 講自己的秘密 但原來實際上你沒有私隱 沒有秘密 你不要在社會上那麼naive 那麼幼稚 人家想看你身份證 你就不讓人家瞄瞄看 你又說干擾了你的私隱 其實說是侵擾私隱的人 那些人大部份是干擾人家私隱 不過他用這種來防範自己 你千萬不要跌入這種人 別有用心的人的陷阱 最重要是懂得用自己的老的思維去思考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是這麼多 現在我要看看我的粉絲的評語 現在已經是12點半了 不信不信 又講了一小時 我打算講半個鐘 一開機 我可以講了一小時 都停不了 不好意思 Vivienne就說 好啊 君堯哥哥 幫幫出去說 搞搞他不要再進那麼多南亞 生十件八件 治安又差了 有宗案還說上訴 不算強姦婆婆 林淑芳就說 太郎晚安了 何律師大家好 好好就這樣講 Tom Kemp就說 何議員分析得很合理 張玉玲就說 又提我了 這個鬧鐘不是罵我起床的 是罵我早點爬上床睡覺 張玉玲就說 何律師12點半 早點休息 各位晚安 Jane Wah就說 勇敢正義為廣大市民服務好 Danny Zhang就說 支持何律師的堅持 Yan Touchen就說 分析得很對 Fancy Ma就說 我們跟何律師一起站出來 媽 Q Wong就說 何律師支持你的說法 Karen Yip也有joined Jane就是周家厚 行正義說精華 沒有恐懼 Fancy Ma就說 毒梅 Sarah Pan就說 一條龍服務 CIA乾弟幫全部滾出中國的土地 Jonah Zhang就說 講得好 講得好 支持你 何議員 Gabriel Yip 何律師說得好 張玉玲 何律師說得好 Jim Wong 就說 支持何律師 Brenine就說 贊成何律師的觀點 楊永發說 絕對沒錯 陳泰寧 美就說 教協也是偽軍子亂港的基地 Yat Tho Peng 就說 其實真是害死青少年 令他們真是永不超生 Vivienne就說 我知道你說誰 Fancy Ma就說 那些律師 Bernie Chin 就說 瓜羊頭賣狗肉 吳美軍就說 講得非常好 Ronnie Zhang 就說 Well said Wendy Zhang 就說 Hi Eddie Fancy Ma 教軍 李德明就說 支持何律師 Celine Zhang 就說 聽君一直說 聖讀十年輸 Danny Lau 就說 講得好 何律師 支持你 Vivienne Lam 就說 現代人 很多都忘記什麼叫禮意廉恥 Doney Zhang 就說 現時傳媒已經破產了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他們 May Chen 就說 教育界老師的質素 也是社會的一個大問題 Ronnie Zhang 就說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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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記者大部分都 一向都是斷章取義 Fancy Ma 就廢藝社工 Bernie Chin 就說 同感 李德明就說 沒得頂下垃圾偽軍子 Elizabeth Church 就說 何律師星期日 有看城市論壇嗎 有提及到你 咦 有什麼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成論很久了 林淑芳 各位萬安 Wendy Zhang 就說 沒理由是闖人家的娘親 沒錯 是 干擾粗口學術自由 OK 吳美軍就說 所以就教了一些垃圾學生出來 妹妹就說 有些人很沒格的 經常用粗口罵人 Wendy Zhang就說 更加需要立這個獄警罪 講到這裡 我教了前也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人與人之間要尊重 你不能夠 就是說 因為別人講的意見跟你不同 你就炒蝦刺蟹 你可以語調強調一點 來表達你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但是不失仍然都要有一個尊重 尤其是講粗口已經走入下風 就是你根本是辭窮 是不是 又不夠氣壯 怎麼樣 女 打完幫了 OK 為什麼今天開車開不了 你是不是鎖了 我開不了 我開不了 鎖匙 我開不了 為什麼我開不了 鎖匙偵察有問題 不如你開車 OK 好 說回電動車的問題 今天開不了 Tesla 我想會不會又被人家 駭了 講笑而已 怎麼會這麼早 通常駭客晚上睡覺 不是晚上才醒 日早 這麼早已經睡了 還沒起床的意思 Justin Now說 CIA還可以 將Hector的源頭 誤導追蹤 非常好 還有什麼呢 馬膽毛座 荷律斯 昨天終於親身見到你 和靚芬 你很大隻 是嗎 昨天在哪裡見到我 靚芬 我真的不知道你說什麼 昨天我發生什麼事 忘記了 超過24小時的事情 我要想很久才想起 現在的記憶 Memory 還有那些RAM 不是很夠的 成省就說 欣賞俄律斯 真心為港人 撥亂反正 Ronnie Zhang Ronnie Zhang Perhaps you should liaise with Julian Julian Assange Yes 他現在還病了 在哪裡 我忘記了 哪個領事館那裡 南美的國家 好像 他自己熟土的領土 美國是要引渡他 英國呢 就要和美國人走一堆 只要他離開領事館 就會踏他 所以他就不肯走出來 這個就是說 一地兩檢有關係的 每一個領事館 他自己在別人的那個國家裡 他自己的地方就是 他自己熟土的領土延伸過來 就是說 A國的領事 在B國那裡 A國的領事就等於 A國的那個管轄區 他就不會受B國的那個限制 這個是限償的 所以那個是不同的國度裡面 都有這樣的事情 你自己B國的那個管轄權 都會是去奉送 或者是給了A國去處理 那現在我們香港 一地兩檢 那條高鐵 由內地駛過來香港 那他要延伸過來 因為方便要做事 那個出入境的 管制方面的便利 利好之處 在我們的那個尖沙咀 這個西九那個站 那裏有一個叫做 所以這裏有一個叫做 比較好 他自己有孟建的 那裏有一個呢 那裏有一個呢 這種叫做 那裏有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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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個國度下 中國的行政方面有這樣的需要 而在香港這裡執法 執法很專注地為高鐵方面來做事 何來會影響我們香港的高度自治呢 所以這條條例 當它來到我們立法會的時候 我必定要推動這個法例的過渡 否則會影響我們整個香港 糾纏在這些無謂的問題上 浪費我們的青春 浪費我們香港的時間 還有將我們的機遇 我們的機會全部倒進坑局那裡 這個很不對 好 再讀多兩個 我們要早休息了 每個人都很睏 Pretty Tank都在這裡 得人害怕 是得人害怕 我講的是現實 實際上大家都沒有一個可以逃得出電腦的魔掌 因為電腦根本是掌握了我們的生活和每一個環節的 林少倫說 支持23條立法 林少 遲些我會跟你見面的 是不是? Sarah Peng 說 沒有想著犯法 也沒有跟外國勢力合作 沒有花黑錢 也沒有收黑錢 又用什麼怕 立23條立法 根本那些就是壞人 身有屎才害怕 你說的一語重的 所以那些人經常大聲疾呼 說別人這樣那樣 那條條例對他不好 實際上他自己做了很多事 心裏面有鬼的意思 好了 在這個時候讀了Stephanie Chan 我們就要睡覺休息了 好不好? 假若最厲害的是like那位做特首 之後23條本地立法 由反對派牽頭訂立一堆沒有約束的條文 最後又通過了 又沒有辦法可以糾正這個問題 可以的 始終都是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我們現在來撥亂反正破格球變 今天是禮拜二 禮拜四我們再見 早晚各位拜拜